中国故事后 读书志在人意 不是在圣观发财 那么佛法里面 修学 志在成佛 成菩萨 佛根菩萨 是一个智慧佛报圆满的人 他不一定有地位 不一定有财富 什么叫佛报 知足就是大佛报 他一切满足了 他快乐了 他不求了 人生最高的享受 是于事无增 于人无求 这是最高的享受 有真有求就有烦恼 就早业 无真无求都不早业 纯净纯善 知道有净土 到极乐世界去 清静阿弥陀佛 将来在极乐世界成就了 跟阿弥陀佛一样 平等一等 这叫得大圆满 我们跟任何宗教来谈出 他们都点头 都肯定 没有遇到反对的 没有遇到跟我辩论的 这十几年来 我还都以为 有要 废口是要来辩论的 结果没有 可见到古人所为的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我们今天 放心点 提倡 世界宗教是一家 所有宗教徒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要把上帝的精神 上帝的爱 从我们身上做出来 我们宗教徒 是神的代表 是上帝的代表 是佛菩萨的代表 做出来给世人看 这是真正的宗教教育